北美格林蘭島的雪山峰 北美格林蘭島的雪山峰 有幾位科學家發現了令人不安的現象 對面已經漸漸顯露出來 範圍實在太大 這裡有重大的事情將要發生 海灘上離奇地有大量的海洋生物死亡 假設是不可思議 但是聖經早已預言了這些景象 所有海洋生物都會死亡 一場巨大的海底地震觸發了災難性的海嘯 引發了巨大的地震 這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全球性地震 2011年3月11日 日本東京先前投資的幾十億房地震工程 和地震通報系統證明了它的功效 然後 就…海嘯來了 傷亡數以萬計 日本海岸淪為廢墟 2008年 醫護人員正是有可能出現的流行性傳染病作好準備 我們非常關注這些情況 我是前線醫護人員 我也都有家庭 這些證照早已寫在聖經裡面 聖經的每日啟示隱藏最精密的智慧 來自全能全知的上帝 在過去這十年期間 美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龍捲風集的紀錄 被龍捲風襲擊的地方 是不是不再適宜居住呢 什麼啊 你看看 哎呀真可憐 世界的天氣越變越壞 糟了 真可憐 由印度史無前例的大洪水 致美國災難性的乾寒 天上出現燒滾了的巨大沙塵 由歐洲罕有的極度冰冷 至澳洲前所未有的火燙酷熱 你一定覺得很辛苦 大西洋出現從未有過的極大巨風 以至史無前例的龍捲風 實在太大太寬了 就算你想要逃難 根本就沒辦法 科學家越來越擔心 我們首次用英文字母 為台風命名 因為太突然了 簡直好像冰櫃那樣 飛比尋常 一定是很恐怖 很可怕的氣球災難 透過現今的手機 相機 互聯網 和24小時新聞報導 我們是不是更快 更容易看到失控的天氣呢 如果天氣變得很差的話 是什麼造成這個改變呢 這個來自澳洲的景象 和每日的啓示 溫度可能已經升至華氏130度 溫度創歷史新低 已經比往上低10至20度 氣溫低至0下50度 即是負50度 強烈地震令致令和整個太平洋海岸居民疏殺 造成山泥傾石 電力中斷 經歷了百年一遇的巨大風暴 連日來的暴雨導致印度河岸決堤 房屋倒塌 整晚天空都好光 由加拿大邊境一直致墨西哥灣 這個星期有近乎400個惡劣氣候報告 當中有多驚人的畫面 北達科他修 觸目所見 隨處都是冰雹 看看這個沙塵堡 這個巨大的龍捲風 高達EF2級 太空總署指出 這火雲星非常罕有 數二萬的魚類死亡 包括蝕魚、番車魚、八爪魚 數之不盡的死亡海產 遍布全球海岸 俄羅斯派出數二十萬計軍隊 中佔烏克蘭邊境 烏克蘭總理今早早說 俄羅斯聲稱要啟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時在曠野必有水發出 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要變為水池 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 我們是不是正步向世界的盡頭呢 正會出現大混亂 肯定是極大的混亂 我們現在 是不是已經正在經歷聖經裡面的 體事錄七貞兆呢 自古以來 每一個文明或者民族都有末日的記載 事實上 末日啟示被預表為面紗的結開 將隱藏的人類進程揭露開來 末世的徵兆以隱密的形式 被封傳在聖經的啟示錄裡面 即是新約聖經最後的一張經文 啟示錄是門徒約翰被囚禁在拔摩海島的時候所寫的 時間大約是公元後一百年 啟示錄在聖經各書卷中 要算是最神秘和最具爭議性的書卷 啟示錄的意思 就是要將地球最後的所有災難都描述出來 呼喚人類要為上帝的終極審判作好準備 這些是上帝滅世的最大計劃 而啟示錄 就是將這個計劃描述出來 末世的事情 都記錄在七卷書卷之中 七卷書上的七個封印會逐一打開 每次都會出現新的災難 意味著世界的末期將要到臨 近二千年後的今日 這些末日啟示令人為之恐懼 自從耶穌被釘死三日後復活 世上有出現假基督 向人說末日到臨 但是人人都知道 不管你是否是無神論者 還是科學家 人人都知道人類已經邁入了 活生當中 那是不是意味著聖經祖在近二千年前 寫在啟示錄裡面的末日語言 已經陸續成為視神 令人驚訝的是 就連科學家都扩認了這些末日的徵兆 已經逐一應驗了 科學家都同意世界將會結束 科學家也都同意世界所發生的 種種災難性的現象 都同聖經的啟示錄極為吻合 科學家沒有能力確定這些災難 是不是來自上帝的意思 正如啟示錄所寫的一樣 這是發生在自然界 機緣巧合的意外 對於那些對啟示錄 心上不疑的人來說 啟示錄剛剛出場的四位騎士 肯定就是對世界的末世警告 啟示錄剛剛揭開的四個風景裡面的騎士 被聖經學者解構為不同的象徵 當中騎著白馬的騎士 騎著紅馬的騎士 騎著黑馬的騎士 騎著暗色馬的騎士 騎著暗色馬的騎士 每位都為世界帶來可怕的事 如果啟示語言已經開始了 是這樣四位騎士所帶來的可怕事件 應該已經臨到世上了 當第四個騎士出場 暗色馬象徵著瘟疫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 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 揭開第四個風印 是一個可怕的末日預言 暗色馬象徵死亡 它是象徵死亡的騎士 世界上將會有很大量的人口死亡 你和我都生存在這個現代化的年代 也都見證了種種災難的發生 但是若疾 每年在世界上就奪去過百萬人的生命 即使是醫療專家 也都會對全球性的流行傳染病感到驚惑 我們所見到的瘟疫只是一個開始 第三位騎士在毀滅人類上加入了另一個角度 它是黑馬騎士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 李萊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 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 一錢銀子買一聲墨子 一錢銀子買三聲大墨 又獲酒不可遭探 黑馬 象徵死亡 和飢荒 近代人類對於使用農作物作為生物燃油的做法 有則無減 於是糧食短缺的問題也急速加劇 危機也都人益浮現 世界上的糧食短缺問題已經令大量人死亡 世界將會出現很嚴重的糧食短缺 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飢荒 頂尖的災難反應專家 負責為全球人類提供危難警示 混亂必然會發生 絕對肯定混亂必然發生 法律都阻止不了這些混亂 因為世界各地正應驗聖經中所預言的一切 你除了關心自己 還要顧及家人 如果你很餓 需要一塊麵包 無論你身邊的是什麼人 都可能發生不幸的爭奪 第二位熊馬騎士帶來更巨大的災難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 李萊 就令有一匹馬出來 是紅的 有拳兵急了那騎馬的 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殺 又有一把大刀刺及他 紅色馬象徵地上將要出現 巨大的戰爭和衝突 這個徵兆的證據已經在我們四周出現了 戰爭 種族滅絕 恐怖主義 超圖想像的殘酷苦難 已經在全球各地不斷浮現 但是所有事情結局將會怎樣 全球無論是否有信仰的專家和學者 幾乎都相信人類滅絕 是真的有可能的 謝利卓堅 在他的著作 盛在世上的漁民中 解釋了他的信仰 看起來自然災難越來越嚴重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內亂和戰爭的風聲很明顯 我們很可能邁入了預言之中 災難的氣頭已經展開 發生的世界大事 已經證明了第二三四個風印已經揭開了 不過在四個風印之中 第一個風印是最可怕的 我看見高揚揭開拆印中的第一印的時候 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 聲音如雷 說 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淡馬 騎在馬上的拿著弓 並有冠面刺給他 他便出來 聲料又要性 下一個徵兆 啟示六七封印的第一個騎士是最邪惡的 他就是敵基督 關於這個恐怖的角色 歷來都有不少的誤解 很多人會以為敵基督的形象 很可能會好像恐怖電影一樣 有著火的眼睛 看起來好像魔鬼的樣子 而事實上 他未必會站在台上大喊大叫 也未必會逼人高呼萬歲之女 他會假裝和平傳導者 有各種不同的混亂和戰爭 他將會是一個很有好才的演講者 而且他 會假裝到極度愛好和平 他將會迷到很多人 而且 他會叫人跟隨他 而不再信任國家的統治者 啟示六語言佐敵基督 最終會表明立場 支持黑暗勢力 他會在末日徵兆之中 扮演重點角色 而世界末日的最高潮 將會是 哈米吉多頓 末日大戰 而打開啟示錄 其他徵兆的數字 是七 啟示錄的作者 和最早期的基督徒一樣 都是在猶太教育之中 出生和成長 什麼數字在聖經之中 被視為最神聖? 就是七這個數字 因為上帝在七天中 創造了天地萬物 之後極嚴重的饑荒 將會出現 會持續在最後的七年中 正如聖經故事一樣 在饑荒之前 埃及會有七年豐收 這種情況在聖經中 重複出現過很多次 當事情來到終結局 在啟示錄裡面 我們看到 七的系列 一個摺著一個 陸續緊接地出現 首先是開啟七個封印 然後是吹響七個好角 再來是聖神大怒的七個碗 七這個數字 一個摺著一個出現 而且災禍會漸漸增強 而這個只是啟示錄描述的 末日之路的開場大笑 一會兒 一會兒 終其身 一會兒 二會兒 一會兒 二會兒 二會兒 一會兒 三會兒 十八 二會兒